本包讯 记者杨大为 今晚有13时分 足起杯班决赛大连一方队 玉山东路能队的第二回合比赛 将在锦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 这是双方本赛季四番战的最后一场较量 也是两队短短一个月时间内的第三次相遇 胜者将获得足鞋杯比赛赛权 足鞋杯前瞻 金鲁有望22年后 决赛重逢大连福利水主机 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 山东路能队主帅李肖鹏表示 明乃同一方队的比赛 是路能队今年最重要的较量之一 而对手已经不是以前的一方队了 路能队必须打起120%的精神 没有了联赛导吉的压力 大连一方必将在足鞋杯赛场上放手一搏 山东路能队此前五次 抨起足鞋杯冠军奖杯 他们最近一次捧杯是在20一次赛季 如果今晚能顺利淘汰一方队晋级 将是路能四年后重返足鞋杯决赛赛场 谈到球队的备战情况 李肖鹏说 刚刚打完和建业队的比赛 没有赛前准备 听好明天的比赛就是了 我们会全力以赴 为球迷奉献精彩的对决 虽然路能队在首回合 取得了1比0领先战绩 但李肖鹏去告诫队员 进了足鞋杯前四的球队都不会放弃 现在的一方队 不是以前的那只一方队了 赢了很多强队 我们要做好自己 争取拿到晋级决赛资格 跟随李肖鹏出席发布会的路能球员 王中子表示 刚刚打完联赛 马上要打足鞋杯赛 密集的赛程让大家都来不及休息 好在现在天气不那么热了 恢复没有太大问题 首回合1比0的比分不是很保险 希望明天能进球拿下比赛 在一波赞联胜后 大连一帮队目前在联赛中的积分达到29分 赞联中潮积分榜第十位 比排名店底的贵州横峰多14分 比倒数第二河南界也多10分 在联赛还剩下七轮结束的情况下 这个优势是相当明显的 没有了保际的压力 一帮队终于可以在足鞋杯赛场上放手一搏了 尽管首回合0比1输给了山东鲁能 但如此小的劣势 给了一帮队客场发弹的机会 在足鞋杯赛重启后 大连的足球队还从未打入足鞋杯决赛 如果一帮队今晚能够拟齐成功杀金决赛 将创造足鞋杯队是最好成绩 以一帮队主帅苏瑟特尔的性格 绝不会让创造佳季的机会轻易溜走 他在上周末联赛主场战胜上海深花队的赛号就表示 足鞋杯比赛将全力去屁股能队 虽然一方队首回合0比1失利 但足球场上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